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家常菜 洋葱炒蛋 洋葱去两头 一破二 剥去缩水的外皮 红白黄洋葱都可以用 如果洋葱大 或者你用的少 可以取一半 切洋葱丝 前两刀 这个刀一定要斜着 斜着切 那否则呢 你刀竖着 这样呢就会切成一大片 一点点竖起来 切到过半后 洋葱这样 这样倒一下 就不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情况了 接下来蛋打开 先调味 适量的盐 少少糖要先 可以加一点点几勺的水 感觉蛋会嫩一点的 打散 打散后即可开火 炒蛋 油可以放偏多一点 油热 洋葱先下去 边炒 给它这样压一压 它就会散开来了 撒几粒 盐花 煸炒到它出香气 如果喜欢吃洋葱酥酥一点的 那时间相对可以煸炒长一些 然后洋葱给它铺平 淡准备下 先不用急着动它 不用担心它不会焦的 给它这样慢慢的慢慢的 漏下去一点点 不用急着翻炒 这样呢 成品后的洋葱和蛋 就会结在一起 看它结块爆团了 就可以翻动了 翻到它微微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那如果手头上有青葱的话 撒一些葱叶 视觉会更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